5月2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发布会,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涉台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近期,台湾疫情严峻,据台湾媒体报道,当地已连续十几日本地确诊破百,再加上年日来台湾缺水停电,当局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有效办法,反而推卸责任,甩锅大陆。 对此,朱凤莲表示,大陆愿意提供帮助,请台湾当局拆除人为障碍。 那么在台湾疫情日益严峻的当下,我们再次重申,愿意尽最大努力帮助台湾同胞抗击疫情,让台湾同胞尽快地用上大陆疫苗。 大陆的疫情防控专家也可以和岛内的同行分享抗疫的经验,提供防疫的咨询。 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真爱每个人的生命是最起码的社会良知。 民进党当局要真正地以台湾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为重,不要再玩弄政治把戏,尽快地拆除人为的障碍,让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安全切实地得到充分的保障。 5月25号,上海市医药卫生发展基金会江苏省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促进会负责人已分别表示,愿意向广大台湾同胞捐赠一批新冠肺炎疫苗,帮助缓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协助他们加强防疫。 但民进党当局官员认为,大陆此举是以疫苗对台进行统战分化、操作舆论。 朱凤莲隔空喊话民进党当局,对广大台湾同胞的愿望是顺应还是无视。 过去一年多呢,我想人们已经看够了岛内有些人各种诡辩欺瞒的政治话术,面对台湾同胞急切需要大陆疫苗的呼声,面对大陆方面已经表示,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为广大台胞抗议提供帮助的真诚的愿望。 其实,只需要清楚明了的回答,对世卫组织认可的大陆疫苗,要还是不要。 对广大台湾同胞希望尽快使用大陆疫苗的愿望,是顺应还是无视。 朱凤莲介绍,大陆对台湾疫情始终高度重视,台湾方面宣扬所谓国际防疫缺口的政治谎言,不过是以疫谋独的借口。 朱凤莲强调,在岛内疫情蔓延的形势下,广大台湾同胞期待的是科学有效的疫情防控政策和相关保证。 民进党当局应该多把心思放在如何用科学专业的态度防控疫情上面,停止玩弄政治把戏,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尽快地控制疫情,切实地保障广大台湾的生命健康和利益福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